2017中区资优生校纪高峰论坛活动 3号这一天是在台中中心大学来登场 共有来自彰化高中、新大副中等十多所高中 大约300多位的师生 分成数学以及应用科学、生物等四个类别 发表了20多组研究成果 还有学生是以英文的方式来发表参赛作品 在交流切磋的过程当中 展现科学研究成果 提升表达力以及思辨力 学生缓缓诉说报告内容 向台下其他学校的同学 分享自己在职务领域的研究成果 2017中区资优生校纪高峰论坛活动 3号这天在台中中心大学登场 共有来自彰化高中、新大副中等十多所高中资优生 约300位的师生一起交流学习 像我是数学组的 基本上我们这一组是在研究集合图形的 像这一次活动我们就会发表有关集合图形的研究 就有时候计算方面有时候运算量会很大 比较难去化解 就这是蛮大的困难 就还好老师也会帮我们协助一下 我们的实验步骤比较繁杂 所以很容易没有想清楚实验步骤就可能出错 就要再重新一次 然后再次我们的实验 大部分都是需要比较精细的量子 主办单位表示 这校纪高峰论坛已正式学术研讨会的规格办理 分成数学和应用科学、生物等四个类别 除了研究成果发表 台校同学也能参与发表提问 增加互动让参与学生深刻感受 正式研讨会的情境氛围 特别是在专题研究跟思考表达的课程方面 他们在我们的1087课程 台北予14之前 他们就透过自由班的课程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盘养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各个学校都有一些的各自擅长的部分 那我想这些自由学生 让他们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平台 能够透过这样一个论坛 能够将他们在研究方面的学习 能够互相交流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自由生校季高峰论坛 去年首次举办 各界反应不错 今年迈入第二届 还有学生用英文方式发表参赛作品 主办单位也会从中选出优秀作品 来鼓励同学 同时也提升他们的表达力和思辨力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大家